大家好 我是台北市造会黄江少女姊妹 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壮年班毕业后 为了操练过福音和牧养的生活 并且加强今时代真理的构成 我继续参加延伸训练 盼望更多经历主的制作与征讨 在训练过程里 一面我花时间研读李长寿文集 另一面我出外接触人 学习传高品的福音 并带人授尽归族 因着神的怜悯和恩典 与我离异多年的前夫 居然成了我的福音对象 但由于二十年前的婚姻生活 那些负面经历挥之不去 所以按着天然的我 对于他的得救并没有太大的负担 虽然林里有感觉他需要得救 但天然的我却消灭那林的感觉 在延伸训练追求李长寿文集中 读到牧养和建造 内容说到建造的路 乃是借着牧养 从主领受的光受对付 并顺服才能牧养人并建造造会 主不仅用这些话来提醒我 更催促我 应该要操练学习成为一个如养的母亲 有一天我读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神爱世人 这句熟悉的经文 突然在我里面亮了起来 使我大蒙光照 我向主认罪并悔改 承认人有自己的拣选 限制了主的救恩 感谢主 借着基督圣灵的佩搭 交通祷告 与众志体在爱里的故习 在一次出外相调中 我的姐夫终于得救 成为弟兄娘 我们的婚姻也因此得以恢复 现在她不仅是我神家的亲人 更是我肉身的亲人 借着享受甜美的造会生活 她也成了一个紧紧跟随的人 借着周周福音厨房 她成了我的好佩搭 为着嫁妆未得救的女儿 我们同心合一 并齐心努力 以前一人干一千 现在两人干一万 感谢延伸训练的成全 使我重组领受神的爱 和牧养人的灵 别后我愿将自己更新奉献 说不再凭自己而活 乃是凭那灵活基督 显搭基督 更新变化 并建造造会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